其實行政會的植物人葉劉淑儀 她也做了一件事 就是她延續香港肥上秀下的傳統 這件事就是她近一個月來做得最壞的事 當然她經常有壞事 不是這麼快可以說得完 肥上秀下的問題我的看法就很嚴重了 政府根本不應該做些事去延續肥上秀下的事 其實這件事真的不太妥 香港藝民說葉劉是一個記仇自大無遠見自私小器的政壇戲虎 不是,她成了一輩子,我告訴大家 大家都要接受一個現實,她成了一輩子 汪勞就說國差是共同富裕 沒錯,是共同富裕 而且她在香港現在推出很多東西 就是葉太和她的新聞檔 其實都是肥上秀下的 是延續了 我的看法就是港英時代的傳統 港英時代都是肥上秀下的 這件事其實沒有需要五十年不變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深水埗賭棍就說 開始可以調樹葉老母 她有沒有老母,我不知道 七彩賴尿蝦就說 簡直是軟腐來的 Kokimi就說 原來兩邊一起 其實是一起播放的 但是最後這裏 本來是想說一下結版的東西 可能我也不夠時間 現在如果大家有些留言 是有粗口的,我會讀出的 孫圈媽媽就說 要人入新界公屋入住 即時取消輪候市區申請 老人家只限新界申請 市區只限居屋和私樓 其實情況是有方法分流的 但是有些事情處理不了 不是這麼簡單 我也要說 河虎就說玩街級就是肥上秀下 其實他們那群人 現在是成了一輩子之餘 他們還有一件事就是 政壇新貴來的 他們其實是 Edward Leung就說 最糟糕的 好像香港沒有人阻礙到這個八婆 是阻礙不到的 她是成了一輩子 我已經說過給大家聽的 浪漫氣是否許傘 我不知道 我沒有留言 總之我在做節目的時候 我很少打字 所以 究竟誰留言 我是不知道 這個我都要說清楚 先說清楚 Toracef 我相信中央會看到她的所作所為 我就沒有太多信心 為什麼我說沒有太多信心呢 其實她做很多事情她可以解釋得到 她可以出來說 我的選民要求我這樣做 不關我的事 我的選民說要這樣而已 所以 所以 如果你說 中央會看到 其實 看到 她會不會是兩件事 我們也要 承認一下這件事 為什麼我說我們要承認一下這件事 就是 不要經常覺得 有一個救世主 中央是一個救世主 可以救你 但是 這種看法 我是覺得不好的 因為有些事情 看到 行政會議 植物人做得不好 其實我們應該會發聲 我的看法 香港藝民說 你調吧 我沒有興趣調它 不要緊 你喜歡調不調 喜歡調就調 不調就不調 那 DB3PK121就說 究竟選民還是金主 現在 其實有很多人 他就覺得 支持葉太 就是救香港的 其實你看到的 支持新民黨 就是救港 他們這樣說 就是特區政府做得不好 這個救世主 就是行政會議 植物人 但是 事實上 是不是這樣呢 其實你看到 很多事情 這位大姐 她根本上 是陷政府於不宜 其實就是 深水寶島 你講的 我是很同意的 老實說 中央各位的頭 都很癢 我認為是這樣的 我的看法 現在也是這樣 聽CY 就等植物人落獲 沒有 大子經婚言 怎麼落獲 很難落獲 其實 她做的事情 她全部都可以兜 其實就是 她不是兜不到 她今天這樣玩一玩 剛才我們說的 在彭博那裡說完 彈出彈入 她沒有事 她不會有任何責任要負 事實是 我說她不好意思 令大家失望的事情 大實話 為什麼留在沙冷氣說呢 沙冷氣 除了說粗口之外 就是說一些大實話的地方 其實說真的 這個行政會議 召集人 她現在是 成了一輩子 她是成了一輩子 因為不只是她一個 你要記得 她是一群人跟她賺錢 而這群跟她賺錢的人 真的可以賺錢 這群人跟她賺錢 Toracef就說 許時仁的來頭夠厲害 結果又不是街下醜 那問題是 許時仁真的有貪污 那問題是 她 葉太的做法很簡單 就算她收有錢人的錢也好 她說那些是 政界的捐款 是捐給新聞黨的 她不是自己代的 那她已經什麼事都沒有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許先生說 今天這樣玩 像是水溫 許先生 如果你要進來 其實可以進來 因為我開了房間 有連結 我放在那裡 你可以進來 San Pignam 就是她一隻老狐狸 這個人 很差的地方 就是在關鍵的位置 她說的那些 其實很多是含中央於不義 或者是含特首於不義 其實是 為什麼這樣說呢 尤其是之前 葉劉淑儀真是衰得了 她說 選舉那裡 在正號升旗天港那裡 其實 她根本 就是暗示 我多票過李家超 是不是 李家超你的選民少過我 其實她上一屆 已經是這樣玩林鄭月娥 這條這樣的八婆 現在其實她根本 基本上就是在 做回她上一屆玩的事情 借這些位置 在公眾媒體的平台 她就是說這些 因為一聽到就聯想得到 那些人 文翠山沒有人出來選 一百九十幾票選出來 最初是有競爭的 不過 之後 其實那對手 就退出了 文翠山那單 這兩個都是十六萬而已 選民少過我 我都三十幾萬 其實 那些人一想 就會想到 喂 不是啊 就是選特首是千幾票而已 啊 對不對 所以 有時候 這個行政會議 植物人讀的地方 就是這裡 許神 喂 大家好啊 一起支持社長 現在 儀私到去 浪費冷氣 我們可以說 Inside一些 再加上 我們都 擔心的 剛才阿聖長也說了很多 就是說 這班人 成了小 其實不單是成了小 就是那個小 我覺得有少少 叫做小不可當 就是 跟著她手底下 搵食的人 真的相當之多 其實看到呢 挺擔心的 就是 如果到時候有些什麼 這些 養兵千日 用在一朝 到時候 那些什麼 騎來怪去屎呢 其實OK的 那些什麼 就算什麼 侄仔啊 還是什麼 左右互發 什麼都好 喂 養你這麼久 到時候有些什麼 出來擋 就靠你了 新人擋 就變了是 阻擋的擋 幫我 黨災的擋 那怎麼辦 是不是 可以不可以 我也不知道 其實她也有可能 搞得到這些事情 其實現在她 隨便找個人 頂了都可以 說真的 如果她有些黨友 找了東西 她也可以說 不關她的事 我說我自己的看法 我的黨友自己去炒股 兩樣東西 不關事 其實有可能是這樣 還有 也可以的 她很多位走 其實 就是 葉劉 很多位走 根本 其實我覺得 她是可以 繼續做她的大子經分言 完全沒有問題 我的看法就是 不像那些人 以前養了 食客三千 其實我平時都不太認識你 或者平時都不太跟你聊天 到時 有些什麼需要你出來擋的時候 就推你出來 是嗎 她也會這樣做 我估計她也會這樣做 專門找些東西來 搞這搞路 嚴格來說是搞屎棍 哈哈哈 社長說那個搞屎搞棍 搞這搞路 其實有依據 其實很開心 暫時還有700多人 一起願意 在這裡聽我們說 背後 那種得人害怕的操作在哪裡 我們想像一下 假如今天 嘩 原來 植物體 她說的話 可以影響到股市 你害怕嗎 其實真的很害怕 不是吧 因為 同一個套路 我們也知道 是老奸巨劇 有時候想到什麼絕手 或者政府方面 也看到 嘩 不是吧 急著出來 要去澄清這件事 究竟是怎樣 我們都看到的 我們還記得 當時那個什麼鬼 洗腳佬說 喂 家超 那個大鵝那裡搞了東西 我們要 看看他 打電話給李家超 不知道今天 洗腳佬 看到這件事 你覺得他會不會打電話給李家超 他最多就是告訴李家超 不好意思 其實是彭博那邊 誤解了我的意思 一定是這樣 他這些人 說真的 人老精 鬼老靈一定是這樣 人老精 鬼老靈一定是這樣 State Archie說得對 就是說 植物太太很小心 不會被你捉到他的 除非市民認知到 他存在是有問題的 如果再次有百萬人出來遊行 請他下台 其實他就是看準 不會有這件事發生 很難 他就是看準 不會有這件事發生 他才夠僵地搞現在這些事情 你看得到的 因為現在看到他們很多 在國安處下 有很多不同的煽動 或者煽惑的事情 或者一些煽動仇恨的事情 好像我們剛剛錄了一節 都說公務員secret 裡面 有一件事就是這樣 因為他們 令到說有不同社會階層的人 因此會產生仇恨也好 對立也好 所以被拘捕 現在令到很多人 甚至乎他們做這些行為 或者這樣的 究竟好不好去集體大遊行 來控訴業態做出來的事情 還是怎樣 我想他們會多了一重考慮 其實見到很多 或者他們說的 或者會想 會引起大家的一個仇恨 或者不同的 會不會被人說我們是煽惑 多了這一重的想法 就未必會這樣做 而這個業態 但他們也看準了這一點 也知道有港區國安法 做了他們間接的一個 叫胡辛苦 他們也變得有恥無紅 可以做多些事情 或者叫做多些事情 或者叫做多些 他們平時不敢做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 葉太其實很記仇 他提到最近期 就算去到林鄭不做之後 他較早前接受那個訪問 可能社長沒有意味 或者可能太多事情 未必記得去說一些 雞毛蒜皮的事情 都會說 哎呀 那時候我這麼多人出來 遊行說我 還是怎樣 其實都是不關事的 可能社會的氛圍還是怎樣 有一點幫自己去鬥 很好笑的 他太多這些 幫自己去 放不下心結 即是當日 50萬人大遊行 就說 不是全部都是為了我的 這樣 還可以繼續說下去 我覺得真的很好笑 這個阿姐是很過分的 當然 周蕭就說 她是臭妻八婆 但因為許留山在這裡 我都盡量不要說粗口 算了 不要緊 照說 其實葉劉淑儀做很多事情 其實都是很握力的 尤其是她在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這幾年裏面做的事情 她怎樣聚了一群人 搞一個大反擊 即是怎樣找西門子 怎樣找一大群人 我告訴大家 你要知道 西門子 不是沒有中聯辦裡面的人加持 這件事我要再說一次 之前我在節目裡有說過 有些朋友在香港都會去他們開會 有一天 行政會議召集人 現在的行政會議召集人 當時不是 當時她是行政會議成員 葉劉淑儀 她帶著李子敬 周圍去見地方的人 跟著 旁邊還有一個是中聯辦的人 這是我聽回來的 究竟有多真 我覺得 說給我聽的人 是說真話的 那時候 那時候中聯辦的人員出來說 李子敬這個年輕人 是很值得扶持的 神經 其實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她有一群人在這裡做的 很慘 她是有人的 不要再說 你說 為甚麼呢 他們那些門面功夫 習主席經常說門面功夫 但這群奇奇怪 他們的門面功夫真的做得不錯 為甚麼呢 有時候我都見過這些友仔 第一次是show自己的卡片 哇 發學博士 年輕 有前途 打打你的肩膀 看好你的 有時候就是這樣 唉 有時候看得到很深 多謝各位網友的留言 看到我汪路就說 別欺女人在做天在汗 試惡刀頭 好快補 那究竟是否叫做好快呢 有時候都不敢說看得到很快 有時候算不算叫做鬥長命呢 或者我們叫做 抱持著我們 正確來講我們要做的事 其實我們做 網台以外 我們自己工作和生活的 我們都要 繼續努力去等 究竟 他們會不會氣勢會再上呢 我也是會 就是看一個勢來講 他們開始摸到新一屆特區政府來講 他們應該怎樣走哪一條路去玩呢 大家 我們嘗試 站在這些 這樣的叫做 新聞黨 或者這些叫做 建制的 政黨 他們的角度 再配合傳媒 再配合 網民 網上的意見 和輿論的道行 是怎樣 我們幾樣東西合一 一起來看 才會更加清楚 他們究竟在做什麼 我們不可以只看一樣 如果只看 新聞黨 或者看建制 你究竟說什麼 一件事 我們都要看完 他們說完之後 網路上那個反應 那個輿論道向 究竟是怎樣 有沒有媒體 跟他們配合 有沒有網民 跟他們配合 網民 或者媒體 跟他們有哪一方面 不跟他們配合之後 他們怎樣再調整的話 我們要從這些角度 來摸摸他們究竟在走哪一條路 當然 你說我正在上班 或是怎樣 當然我們有 我們團隊 網韓編輯部 加上James 我們有這麼多人 一起聊 我們大概都會看得到 他們的角度 或者怎樣走 其實很慘 不知道是石章有沒有這樣的看法 當然有 大家忙於自己的生活 無奈 無奈 其實現在暫時 雖然說一句 一千人都不到 來到願意聽我們說 其實 你抹一抹自己的眼鏡 我當你的眼鏡有點骯髒 或者當你前面有些看不清楚 你抹一抹去 看一看清楚 究竟社會發生了什麼事 不要只看 不是啊 哪去哪去吃 哪去哪去玩 我們看看 接下來香港的社會發展 這些我們反而更加關心 是看前多一步 兩步三步 甚至乎四步五步 究竟接下來香港是怎樣 我們反而是擔心這件事 可能有些人就 不是那麼擔心 說了那麼多話出來 你們是不是鬼啊 有沒有瘋了一些 其實 社長覺得 他們一定是這樣說的 因為我們說的 其實就是阻人搵食 阻人搵食 其實是由於殺人父母 沒有的 也要多謝Maverick Wong的支持 先 那刪了一點 就說香港被他們搞成這樣 其實香港又不是很差的 我也要說 但是你要看清楚究竟 要支持什麼 其實說真的 特區政府做事 一直都有張法 譬如舉個例子 剛才我們說的 高爾夫求收地 其實政府是有規則的 不是說收就收地 其實大家都要知道 政府的地不是說 我喜歡收就收多少就收多少 不是的 現在收回的地方 還要畫一塊出來 蓋房子 其實情況也不是那麼嚴重 因為最初說 可以三十多公頃 可以蓋房子 那三十多公頃 當然很多人會反對 因為實在太多了 而且交通配套 也不一定能承受得到 現在的情況就是 有地 而且是能夠用的 還可以蓋到一萬多個單位 那 你有什麼理由現在出來反對呢? 其實 其實沒有理由出來反對 我的看法就是 Lanking88說 虛偽的表現 真是欺騙很多人 他們最喜歡 白眼弱者 黑人同情 後面 射暗箭 是這樣的 沒有辦法 我們那個做法 通常都是 不停執名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就是 如果有些事是亂屈人的 我們一定會出來說公道說話 盡量會說 當然是要不傷害自己的情況下說 因為之前我們說老實話太直接 說老實話太直接 後遺症是怎樣呢? 後遺症是令到我們派片很不正常 派片很不正常 我們要把我們的訊息傳出去 就更加難 所以為什麼有些大實話呢? 我們都不敢在大台那裡說 在大台那裡說究竟 那個大台會怎樣 我是不知道的 我們現在都是在摸索 究竟發生什麼事 當然台洋是拿到一些數據出來的 每一次都是說 喂 你說這些話題 不行 會退訂 第一件就是 第二件就是 有退訂的話 會令到其他那些視頻 就是派片都很不正常 很嚴重 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盡量都是 能夠做就做了 這也要持平一點說一句 社長也要堅持 但有時候很慘 我們想堅持這件事的時候 但可能台會死 究竟死了的話 就更加聽不到 究竟拿捏如何取捨 我們要當爆料 台本身也會有討論 當然我們都明白 我們有些事情真的需要說出來 不說不套不快的話 那做來就 還為什麼呢 我們都會有自己一個小小的掙扎 但又會想 如果那個瓜佬襯的話 或者簡直不派片的話 或者被人堆壞了 那我們又如何再做過呢 我們如何再凝聚大家 我們僅餘的網友 所以我們有時候在節目 會看一句說話 就是 希望大家分享訂閱點讚 最好可以分享給你的朋友 或者多點回來看影片 希望有時候 有時候 忠言逆語也好 還是怎樣也好 或者 給多一點點耐性 一起聽聽 等那個派片可以提升 哎呀好像不太好 但也沒辦法 有時候 我都明白的 可能 假設社長可能說了一些 惹火一點 有人在罵 還是怎樣 但有時候 又不想說 因為避了某些東西 而不說 我自己有時候 這段時間都在想 都要給我一個公道社長 是不是 不要緊 沒有所謂 有時候 都是要謹慎一些 沒錯 這個是 這個是要謹慎一些 Peggy都說 慘語語紅獎 沒錯 我們這張紅獎是小爆紅社長 所以我都希望能夠 還有社長 因為都 如果他能夠做到 色號否茫 其實他都 在他的工作上面 都要跟 夥計 跟自己的同事 協調一下 才能夠 等自己 那個作息時間 甚至乎 工作的 時間 可以叫做調配到 真的有一個 叫做付出 所以有時候 我看到一些人渣 在 不怕說 人渣 還在留言 在攻擊 是不是 過分一點 沒有辦法 但是 Pegmong說 除了那30萬選民 我估計很多人都恨新民黨 不是他們正在上位 你看到他們 資源很豐富 後面有人扔錢下去搞 另外也是 很多人很支持他們 覺得他們說的話 才是救到香港 真的可以救香港 他們這樣 甚至乎 今天連 香港的其中一個核心價值 就是股市 如果你問我 香港的核心價值是什麼 樓市股市 都是其他 如果今天 糟糕了 原來植物太 說的話 是可以影響到 震動到股市 糟了 嘩 嘩 真是怎樣才會去Jujo Sanggong 我想大家 一起在留言板上 要說一下 有什麼看法 如果再變成這樣的話 厲害了 呼風喚雨 真的可以叫Jujo Sanggong 怎麼辦 記得 Jujo Sanggong的 版主 也是新民黨的人 怎麼辦 我都 暫時說一下子 我都想不到是怎樣 而且他們整個勢 我們芒香 差點說一句 他們越强 我們就越弱 就越弱 就越弱 那究竟怎樣可以做到 當然 要其他芒香支持 是啊 沒辦法 芒香都說 PALM 先看看 PALM 就說 欠人社長 一直分析得很好的 真盛情 非常非常支持 芒香各位主持 其實很慘 有時候真盛情的 都會被人摘爛 可不可以不要說那麼多 不是那麼 叫做什麼 那麼 有帶點而操作的用詞 如果一兩個都接受不到 我就 或者你聽回香港電腦 哈哈 我們都不是說粗口 就是 仆街的都是說得的 其實說真的 不過不要緊 現在 不如給我一點時間 我休息一會 然後回來 最後10分鐘 就再說一些魚蝦蟹的事情 因為有些網友 是特地等到現在 是特地聽魚蝦蟹的事情 好好好 休息一會 休息一會 好 開始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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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by bwd6 by bwd6